第一 剛剛我問你 公投其實當年是誰的價值 不就是民進黨的價值嗎 他一直認為說 一定要公投才是民主 蔡公投如果現在還在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他會作何感想 因為去年明明公投就過了 結果經濟不一樣在年前拍板 核電廠不重啟 不研議 讓以核養綠公投的人 都看到受不了 所以黃世秋 塞綠要發禮 重啟核四 何能減沒公投 結果你知道 中選會居然說什麼你知道 說什麼 他說你核能減沒公投 我把你駁回 為什麼 因為提案人語意不清 語意不清 什麼叫做語意不清 你知道他的例子說 提案有爭議 為什麼 因為你到底是真核 真美或是減核減媒 或是真核減媒 語意無法讓外界了解 用這麼多怪怪怪的字眼 這樣摻在其中 中選會這些人 你是小學沒畢業 你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你明明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不是就講的這些字眼 就很簡單 就在那邊裝死而已 因為目的就是要硬把它擋下來 就是不想再讓公投 能夠在典體大選再出現 其實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大家現在去回想一下 當初為什麼他們民進黨 拚了死滅要護航李靖勇 李靖勇明明就不可能 是個中立的人 他是資深的民進黨黨員 然後再怎麼樣 要護航李靖勇去當 中選會主委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好操縱整個選舉 不就是這樣子嗎 不然你告訴我 為什麼一定要他 有什麼理由 一定要李靖勇這個人 但是你以為 民進黨這樣的目的 是因為要貫徹他的理念嗎 他們就是要飛核家園嗎 抱歉 錯 也不是 也不是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 他如果真的要飛核家園 對核能這麼深惡痛絕的話 核二廠二號機大修後再啟動 是什麼意思 核二廠這麼舊的機器 又啟動了 因為電就不夠用 理由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電不夠用 他們過去的方法 就是不斷的增加火力發電 不斷增加火力發電 那增加火力發電都不夠的時候 因為火力發電增加 叫我們的污染是不是也增加 結果沒辦法 只好就是核能再用 不然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我跟你講 過去光這三年 民進黨 蔡英文 做了多少事情你知道嗎 你看 可以讓人民這麼的討厭民進黨 哪一些事情 我一個人唸起來 大家一聽就很清楚 前瞻計畫 台大開軌事件 做雲爆假車去看災 然後東廠張天慶的事件 然後直接干涉司法 然後官會酬庸了一大堆 然後815大停電 大家應該記憶猶新 大砍年金 軍工叫年金大砍 一粒一休搞到現在都怨聲載道 然後投票罰站 投票這有史以來 中華民國投票最荒唐的一次 上街抗議的試煉不斷 然後告訴我們要用愛發電 就用愛到現在還不是一樣 要用乾淨的煤 看到沒有 然後外交大撒幣 他沒事 總統府 沒事就要換千萬的這種豪車 然後自己還請個6萬預除 所以你光是做這些東西 你說這三年來 你的制度總會不下降 你怎麼能夠期待人民 相信你講這些話 都我覺得我們的總統 從來就沒有反省的心 但是問題來了 看起來這個局勢 應該對國民黨比較好 國民黨要拿回政權 應該OK對不對 對 錯 其實一點都未必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現在開始呈現 民調下修的趨勢 大家注意到 因為國民黨的這些權貴 這些大佬不願意 韓國瑜出來 他們覺得郭台銘搞不好 是比你更好的一個人 所以 郭台銘宣布參選之後 看起來好像各方面都出手了 可是問題來了 韓國瑜確實民調 最近看起來好像有點停資不減 甚至下降的趨勢 郭台銘是有上升多少 也沒有 國民黨整個都拉下去 所以國民黨到底在幹什麼 本來好好的一個局 被國民黨在硬搞之後 每天不斷地這樣弄 就算初選到最後 還是韓國瑜出現好了 他是不是也是一身傷 等到一身傷的國民黨 然後再跟一個完好的對手去打 你們是沒有看到 克文哲現在正在虎視眈眈 在那邊等著你們嗎 到最後你們就拱手 把政權讓給人 這樣國民黨就開心了嗎 我也必須說 國民黨現在很多大黨都認為 郭台銘才是一個好選擇 可是郭台銘到底是為了什麼 要出來選這個東西 其實一直有人覺得很奇怪 當然這是一個叫楊映超的 寫的 他說不管選舉贏不贏 郭台銘都贏了 選舉贏不贏 郭台銘都贏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 因為郭台銘一採選之後 客戶就可以了解到我的影響力 我可不是一般的商人 我是個有資格競選 台灣總統的人 所以身段整個拉高 價值也拉抬了 話語權的部分 透過參選的過程 他是不是可以講出 他的很多報復理念 一般的商人哪有這個機會 所以他就算未來 有沒有出現都好 提出的建言都會有相當分量 所以他現在講的話 會有人聽 這個對他的商業上是大加分 所以他這件事 不只是一箭雙雕 我們都知道鴻海 其實現在中美貿易大戰 他面臨非常大的危機 他之前去收購了一些其他企業 恐怕現在都岌岌可危 所以對郭台銘來講 我這樣參選之後 我不是一箭雙雕 我一箭五六雕 我怎麼做都是贏 而且他拿到的話語權 拿到這個高度之後 對他的生意恐怕有很大的幫助 但問題來了 對郭台銘很有幫助 可是對中華民國 對台灣的未來 有沒有這麼大的幫助 大家真的好好思考 劉蓋生 我們看著現在這時候 藍綠之間為了 這總統大選的初選 打得昏天暗地 看似好像現在天下大亂 可是這情勢大好之時 蔡政府的中選會 他們就趁機駁回了 何能減媒的公投案 現在看來理由是說 提案人的語意不清 要布蔡總統穩贏的局嗎 這實在是這麼惡劣 因為台灣中美在貿易戰爭 有很多人是想要回來投資 你看他們現在說已經超過2000億 2500億 是 那是騙人的 那是說 我有說我要回來投資 60億 80億 百億 我想要回來 有價位要回來 但還沒回來 那個價位的前提就是說 政府水 電 省水 省電 省土地 省靈緣 省資金的運用 這樣 我們現在資金 大家有說利息比較低 這樣 其他事都不改划 不改划他們是不會回來 他們不會回來 大家都知道 我們台灣這個靈緣政策 現在出一個問題 接不起來 政府接不起來 所以佛林 我們已經要三四十年過 以上 你現在發一半就給他省 省得清 所以我們提案的人 就是說佛林 以佛林 要減輕這個 痰的白鳳 所以 慢慢 讓這個歷色的靈緣 讓它穩定起來 我們不是說佛林要繼續維持 減輕實的 來替代這些靈緣 這樣這個公道 在11月20時那個公道 已經通過了 廟後 他現在 我們也是知道你們會出奧布 你給他看看 現在就出奧布 是啊 才五個月過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機會 他要連署 我們大家跟他連署 一定要讓省安 因為這間接到 我們台灣經濟發展的靈緣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怎麼會幫他 我怎麼會幫他協助 但是我們現在的中選會就是 好 你無緣不勝 他這樣就不會 不是一次就給你死了 你還會回到頂上 頂上 他要討你的時間 讓你到尾 準讓你過 你有辦法過 還不會負責任 他在大選做會 這他們的目的 所以也就是說要布一個蔡總統 可以穩贏的局嗎 這本來就是 蔡英文他就知道 他的生命壞 如果是這些公道安 還跟這會的賭 他我們死的 是 就不可能 因為科比現在大開始會出來了 所以蔡英文就是要拜託 這麼專撲 用國家的主緣 像他在拜託 多清潔這樣 一頓一頓幫你拜託 拜託到最後 還做四年 不然你們繼續艱苦四年 他就是目的這樣而已 所以無所不用忌劑 民進黨現在這個時候 想盡辦法要穩住 自己的整個的政權 他們在上一次的時候 經過爬窗的事件之後 這次更狠了 萬安演習 許多的民眾 還在立法院裡面參觀 混在人群當中 跑到了議室裡面 把門一鎖 決定要通宵給你爸在裡面 可是現在這個時候 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蔡英文現在因為民調低迷 支持度也非常低 他只要能夠把這個 最主要2020年的裁判長 換成自己的人 他就可以穩操勝算嗎 在過去國民黨時代 我們每一次要提名 這個中選會主委的時候 其實這個人選 通常都有一個不成文的默契 就是不管執政黨是哪一個政黨 我們都盡量希望能夠提名 一個無黨籍的人員 來擔任所謂的中選會主委 所以一個無黨籍 德高望重 讓藍綠雙方都能夠相信 跟接受的人選 一直是過去長久以來 不管是國民黨或者是當時 我還記得陳水扁執政的時候 彼此都還是遵守這樣的默契 所以你看到的 不管是黃石成 或者到後來像國民黨 提名的張博雅 其實都是以這樣的一個規格 來進行提名跟審查 那麼這一次李靖勇的人事案 的確是讓外界覺得 非常的瞠目結舌 而且也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現在中華民國 難道除了藍綠 民進黨真的就找不到 其他的人了嗎 找不到一個第三方的 在社會上浮有人望 讓大家值得信賴的人選嗎 為什麼在這麼關鍵的一個時刻 偏偏要提出像李靖勇 這樣的一個人事案 這是外界高度質疑的 這也是為什麼國民黨黨團 在這一次會採取這麼大的動作 因為我們很好奇也很懷疑 說為什麼蔡英文 要在這個時候肝冒大不會 打破了過去長久以來 藍綠政黨彼此的一個重要的默契 卻要提名一個這麼高度政治性 而且綠營色彩這麼濃厚的人 來當院中選會主委 當然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又看到蔡英文在自己黨內 是怎麼對付賴清德的 是怎麼樣強壓黨主席 強壓秘書長 寧願要沒收初選 也一定要自己取得提名權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當然就讓民眾跟國民黨 更加的高度的懷疑了 就是說在這個時候 你連自己對黨內同志 都可以下這樣重的手 你連民主進步黨 這四個字民主進步 你都可以丟在垃圾桶裡頭 只要你小英出現 其他在所不息了 今天民進黨立委的做法 更是匪夷所思 居然趁著立法院裡面 在協商酒駕修正案的時候 六 七個民進黨立委 偷偷摸摸的先去佔領主席台 然後被國民黨立委發現以後 準備已經要告蘇嘉全跟林志佳 叫他們滾下台 因為你主持議事不公 你怎麼可以允許 明天才要過的人事案 今天民進黨立委 就先偷偷摸摸去卡位 好 發現了第一個時間點 然後這個林志佳還說 沒有 我們六點以後 我們就會清場 國民黨立委就說 為什麼不現在就清場 為什麼不現在就把這些人 給送出去 要等到六點才清場 最後蘇嘉全跟林志佳 被逼得不得已的情況下 才請這些民進黨立委出去 下午三點多離開 在這個主席台的位置